我们来看看新加坡 新加坡的李氏王朝正式结束 这是李显龙 他今天正式卸任交棒给他的副总理黄寻才 也象征着从1959年就主政的新加坡的李氏王朝 正式走入历史 光是李显龙他就主政20年 再加上他的爸爸 两个人加起来 其实主导了近代我们看到的小而美 富而强的新加坡这个国家 我们看到李显龙他在新加坡主政的20年里头 新加坡的GDP增加了2.3倍 达到了12.7兆台币这么多 远远的超过世界经济平均的增长率 而我们说新加坡人很富有 他的人均GDP增加到了9万新元 215万台币比起20年前高出了64% 所以观众朋友过去我们说亚洲四小龙 我们跟新加坡都还排行在里面 现在我们狠狠的被新加坡甩到很后面去了 完全看不到人家的车位灯了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这个国家 我刚刚说小而美的国家 富而强的国家 也得到了很多经济学者的推崇 包括您看到新加坡的金融管理局前总裁 看起来他是印度裔的 他就说了 李显龙对国家经济结构进行改革 向高端以及价值链上游的发展 发展一些比较高端的一些产业 避免被其他国家用低成本把我们淘汰 当我们用很劳工密集的低成本的其他国家 你就很难跟新加坡来做竞争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李显龙 他自己讲了 他说我治国 我诗法一部古籍 一部书叫做三国演义 而且我向诸葛亮看齐 他认为诸葛亮是他学习的对象 就在他交办前夕 他也接受了电视媒体的访问 我们来听听看 好 您刚刚看到的是李显龙 他在中美中间 他不选边站 而即将接任他 已经接任他的黄巡才总理 他也讲了 他说新加坡是美国重要的安全合作伙伴 但不是盟友 我们的外交政策基于自身利益 我不亲华也不亲美 我们只亲新加坡 这话讲得好啊 我们只亲新加坡 我们只重视新加坡的利益 而另外我们看到中国大陆 当然他要突破美国的封锁 他现在做的方方面面 都是要拉拢各个友邦 包括您看到了习近平飞去了欧洲 那王毅呢 王毅最近啊 用经济在拉拢东协国家 我们先看到5月14号 昨天王毅在北京 会晤了问来的外交部部长 艾瑞万 他讲啊 他就讲了说 中文啊 我们两国致力于建构 大小国家平等相待 互利共赢的典范 那两个人看起来手还拉着手 感情不错 另外呢 我们也知道 香港 它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存在 它是特区嘛 那他最近就说 香港要强化人民币产品的服务 因为它是一个 作为中国的离岸人民币业务的枢纽 它现在积极要开拓中东 还有东协这些国家的市场 另外我们看到 印度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国家 它在很多时候 跟美国站在一起 很多时候跟中国大陆 有很多商业上的往来 在俄罗斯跟乌克兰交战的时候 它也在中间取得了很多的利益 所以你看到现在印度 它打算报名挑战一带一路吗 它觉得它也是一个大国 它也要崛起 所以最近它跟伊朗这个国家 签署了一个所谓的 一个十年的港口的营运协议 这个港口叫做恰巴哈尔 那印度的媒体就评论 它说这是在抗衡瓜达尔港 什么意思啊 我们看到印度呢 希望利用伊朗的运输网 来加强跟阿富汗 以及中亚地区的贸易往来 那一签就签十年 所以呢 像是这个ET 这个印度的经济时报就讲了 这是印度第一次获得海外港口的管理权 所以它要帮助印度抗衡中国的一带一路 让印度绕过巴基斯坦 还有中国合作的瓜达尔港 来进入中亚 它想要做的是 来抗衡一带一路 可是真的能够抗衡吗 伊朗跟中国的交情也不错啊 观众朋友我们看看美国也警告了 说你印度你要小心哦 如果你跟伊朗签这个港口的使用合约 我可能会制裁你哦 因为现在他也在制裁伊朗嘛 这是来自于美国的国务院的发言人巴特尔的说法 他说还要提醒你印度 你小心美国现在对伊朗的制裁还有效哦 你要签这个所谓的使用合约 你还是想一想 所以印度有没有可能左之右处呢 是不是也得罪了中国也得罪了美国 来请教赖老师 我觉得李选龙这一次的交办黄勋财的上任 其实是很重要 李选龙的李光耀的父子 对新加坡的贡献真的是十分的巨大 我觉得新加坡有今天 我觉得这两位先生 他们对新加坡的贡献 各位想想新加坡没有石油天然气 没有丰富的金矿 而新加坡的整个城市国 它本身更没有肥沃的土地 其实坦白说它跟台湾相比 新加坡的局势更加的恶化 那他周边的过去 不管马来西亚或是其他的国家 对新加坡的不友善的程度 那是非常的严重 新加坡也曾经遭遇过很大的一个外患 这样的一个情形 但是他们熬过来了 过去台湾是亚洲四小龙之首 当时李光耀就一直看好台湾 他认为台湾会更加的超越新加坡 但是前提是两岸关系要好 所以李光耀一直在奔走两岸之间 希望两岸之间尽快的完成统一 在台湾最有力的时候谈到统一 台湾的前景将会无可限量 这是当时李光耀的估计 结果从李登辉开始就完全逆向而行 那今天新加坡是全世界最富裕的 前十名的国家之一 人均所得全世界前十名 而台湾呢 第二个 新加坡摆脱了中等的陷阱 它现在成为人均所得最富的国家 而我们台湾呢 台湾现在被中等陷阱限制住了 两万多美元停在这个地方上不去 那么低薪已经造成台湾的人才 大量的外流 所以我觉得新加坡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他们的优秀 卓越强大而有力的政府 灵活的政策的这样的一种做法 新加坡的李显龙 他谈到了这个诸葛亮 诸葛亮不止足智多磨 诸葛亮更重要的地方是 一心一意为国 鞠躬尽瘁 死而后已 没有失心 一切都是攻心为了国家而重 可是台湾的政客呢 台湾的政客绝大部分是 私心为重 攻心为辅 甚至连为人民的心都没有 这差别太大了 新加坡的政府强大而有能力 台湾呢 那简直是不能够比 所以我个人觉得 情况是很大的不同 但是坦白说 想想当初我看到李光耀讲的话 跟在应对今天 我们台湾的民众难道还不会去生事吗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问题就是黄勋才他在这次谈到 他跟中美之间的关系的时候 他用官方语言来回答 而不用他的母语来讲这个事 联合的记者会里面他谈到 他跟美国没有军事同盟关系 他跟美国亲善 在过去是亲美而合中 现在是等据的外交 那因此新加坡永远站在自己的利益 在美中之间来去 他也不是说要寻求平衡 而是在美中之间 他按照他的利益 他的立场来讲话 所以难免会得罪哪一个国家 请他们多包含 可是我再强调 他用的是官方语言英文来回答 难道不更指名的就是对于美国 而不是对中国大陆吗 为什么 因为他过去是更加的亲美 以前新加坡是更加的亲美 他现在是要变得平衡的时候 他要美国多担待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另外当然也是请中国大陆多包含 美国多担待 中国大陆多包含 新加坡一个小国 处在这个环境下不容易 尽量不要让我新加坡为难 新加坡也不会让两大国为难 我觉得他们本身已经开始在利用 他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最后谈一点伊朗 伊朗的做法难道是如印度的媒体所说的吗 是为了抗人夸大而港吗 不是吧 看起来是伊朗要利用印度去修理 美国挑拨美印之间的关系 难道还不明显吗 是 赖老师点出了这个军阶 真正的用意 来 兵哥 其实李显龙当然我觉得他 他们家他们父子两位 真的是蛮厉害的人物 而且也在全世界树立了一个典范 而且非常和平的就把政权转移出去了 我觉得这个对这个国家 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当然新加坡这个小国要在列强之间 求举生存 他们必须要反应非常快速 而且什么东西就要争取让自己站在一个 不受瞩目的一个地方 所以李显龙刚刚那个谈话里头也讲 说在中美之间这些关系 他们不是主角 主角是中美两个 你们不要把目标放在我们身上 我可不想被关注 这就很明显 那你反观我们台湾就是很想当主角 没事就喜欢全世界都要看到台湾 我问你看到台湾真的是好事吗 所以我真的觉得 去学学人家的一些精神 一个小国要怎么样在列强之中 求取生存 我觉得这非常不容易 而且人家干得有声有色 我小的时候 新加坡其实跟台湾差不多的 你说收入 对 收入 现在呢 现在人家是我们好几倍 所以我们真的要自己深刻检讨 我们所有的资源什么东西 都比人家多 结果会混成今天这个样子 对 自己真的要去检讨 那对大陆来讲 他当然要激其争取所有 不管东南亚也好 中东也好 所有跟他愿意合作的国家 他都会激其争取 那在这种状况下 他会不令付出很多代价 那实际上 你去把中国过去的那种 朝共体系想一想的话 你就可以理解这种心态 中国过去本来就是 这些远方愿意跟你交朋友 你供一点点东西 我一定十倍奉还 二十倍奉还 因为一方面就是宣扬国威 另外一方面 因为你们远 我们天朝上国无所不有 所以我加会给你 照顾你们 这个是中国人固有的一个心态 所以我觉得现在在这段时间之内 特别在中美竞争的时候 所有去跟中国大陆愿意交朋友的国家 大概收获都是满满 你看这次习近平去欧洲 这三个国家也是满载而归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明显的事实 那至于这一个 恰巴哈尔港 这个恰巴哈尔港 其实伊朗真的满贼 中国也在那边有投资 对啊 他其实引进了好几股势力在那个地方 巴基斯坦也有在那边投资 然后他也不是把整个港全部交给伊朗 他是把其中几个部分交给伊朗而已 交给印度 交给印度 抱歉 交给印度 所以他就是很明显的 我一方面在列解美国的合作势力 另外一方面我在 你们中印之间有矛盾我知道 那你们我这样子一安排之后 中印是不是也会拼命的来巴结他 因为在那边可能有更多的投资 对中国大陆来讲 他不急于去求取恰巴哈尔港的 最重要的原因是 因为他已经有瓜达尔港 所以他没有那么急 可是对印度来讲他就很急 因为他巴基斯坦他的世仇 他过去中东那边运来的货物 因为这个恰巴哈尔港本身其实很小 这个瓜达尔港 过去他要经过瓜达尔港运输 这些东西出来 他等于觉得自己被巴基斯坦卡了喉咙 所以他就趁伊朗 趁印度需要了这个机会 然后伊朗就来开始要求他投资 我觉得人家都在玩这种游戏 台湾真的不要看不懂 所以印度媒体其实是在做大内宣 当然是 挑战中国一带一路 所以要做一点大内宣 大家都必要这样做 来请教这个舰长 其实我对新加坡的制度非常好奇 因为有句话叫做 权力让人腐化 绝对的权力让人绝对腐化 新加坡李氏父子 这个李光耀掌权30年 李显荣掌权21年 整整51年 你知道这个李显荣他有四个小孩子 可是他们却这样子交出去 而且他把新加坡带得如此之好 所以我就一直很好奇 我们这个事业上有两种 大概体制一种 说我们说美国的民主 你可以看到今天美国民主制度 有一大堆问题 让你觉得美国是有问题的 那当然还有一种就是北京的 中国大陆的这个制度 当然很多人也是认为 他是一个独裁的制度 那新加坡几乎就卡在中间 那他凭什么能够这么成功呢 我一直在想他的原因 那我想了大概三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就是 他公务员薪水待遇非常非常之高 从进入开始 向他们的总理 月薪超过400万台币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他的 这个叫做连任 他可以连任 你说像这个叫陈水扁 他当了八年总统 他已经这么有钱 他为什么还要贪污 你知不知道 因为他没有安全感 他觉得八年之后 那我能怎么样呢 所以他没有安全感 可是新加坡这个制度相当奇怪 只要你干得好 全国人民支持你 你可以一任一任一任干下去 就让他们父子干了51年 还有第三个 你也不是为所欲为 他有一个政治制度 议会在监督你 如果你真的人民不满意你 他可以把你拉下台 所以新加坡的这一个制度 就是我说的 介于中国大陆跟美国之间的 现在在当这么多的制度 让人觉得说 好 你不愿意接受北京的这种 那你又觉得美国有问题 那哪一种可能是 我们可以考那样的 请大家想想新加坡 是一个相当特殊的一个 是 没有错 所以我们最近 其实很多人都说 要学习新加坡 好多政治人物也去新加坡访问 希望真的可以拿到一点点起